《华语之门全民赛保大会》 本期的赛保角逐必然还是会异常的激烈 数位藏友们已经摩拳擦掌的在另一端 等待着我们的连线健保了 欢迎大家 大家好 哈喽哈喽 主持人好 同时也要欢迎在线我们的专家老师们 欢迎你们 教授好 那么究竟哪些民间珍宝能够成功晋级呢 大家都拭目以待 让我们一起来连线今天的第一位藏友吧 你好 你好 主持人 哇 一上来就出现了一位这么漂亮的小姐姐 你好啊 今天我想请专家老师帮我看看 我几年前收藏的这面唐代的小铜镜如何 哦 几年前收藏的唐代的铜镜 哎呦 那您玩收藏的时间不短了 我想问一下 你收藏多长时间了 有十七八年了吧 主要是受爸爸的影响 从我记事开始 我的父亲就经常带我到全国的古玩市场 天天见得多了 慢慢地就喜欢上了 不过我和爸爸喜欢的种类不同 他喜欢高古瓷 而我喜欢青铜器 前几年我还考了古玩鉴定师资格证呢 这是各花束各眼 你看爸爸喜欢这个 你喜欢那个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但是我觉得你真的让人很刮目相看啊 年纪轻轻 这藏龄已经比很多白胡子的老爷爷藏龄都长了 不过话说回来了 您的这面镜子看起来是很精美 但是说实话 有点小 你就打算靠这个小藏品冲击我们的赛宝大会吗 这份量会不会有点不太够啊 你别看它小 这面铜镜是很稀少的 这么小的铜镜特别少 而且它的纹饰很清晰 模板也很特别 所以我对它还是很有信心的 好吧 你有信心我就有信心 那我呢 先代表我自己啊 为你的这件小可爱 投上一票 现在咱们来连线苏老师 请他来健保 苏老师好 教练好 苏老师您看看这件小可爱 可爱吧 说到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收藏 还真不能以大小论高低 像今天吃宝人带来的这件唐代风格的六角花鸟文青铜镜 其主纹是三只小鸟 形态各异 十分乖蒙可爱 那么如何鉴定其真假 首先 其纹饰的筑态十分自然 尤其是镜无穿击孔 由于下泥芯铸造 出现一个跑气现象 形成一个小的瑕疵 其状态十分自然 还有其镜面 反光面 与外缘的修模糊度十分自然 其千惠蒂子白与黑的过渡也呈现自然状态 锈石与蒂子的结合机里也呈现真品的特征 所以综合以上这些特点 这面六角花鸟文青铜镜 是一件真品的无银 同时邀请您参加接下来的全民赛宝大会 恭喜 哇 恭喜这位朋友您可以获得由养勺彩桃坊 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他用藏品用实力告诉大家 浓缩的就是精华 咱们收藏界确实是不以大小论输赢的 咱们要以稀少来分高下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下位藏友的藏品如何吧 你好 哈喽 主持人 你好 哎呀 见到你太开心了啊 开心得我突然想勾搁一曲 那还等什么 赶紧来吧 展示 好嘞 插一段韩林老师的汉武大帝的主题曲 等待 来 献给专家余杰鲜 我们既然曾经拥有 我的爱就不想提供 每个梦里都有你的梦 共同期待 共同期待 一个永恒的春天 春天 谢谢 歌唱的真不错 这收藏玩的怎么样 咱就不知道了 唱歌呢 是我的特长 收藏呢 是我的强项 我遗传了我爸爸的唱歌 遗传了我爸妈的收藏 我爸妈呢 喜欢收藏老东西 但是我呢 心老通吃 来主持人看一下 后面的这些都是我收藏的小玩意儿 你的这些我们可鉴定不了 我们还是来看一看 你收藏的那些老东西吧 好嘞 这个是我之前淘的一个 这个粉彩的胭脂盒 款呢 是这个铜制粘制的 也不贵 希望能晋级咱们的赛宝大会 这话说的也忒自信了 买的不贵 你还想晋级我们的赛宝大会 不过话说回来 我觉得这手办 都能让你玩明白了 收藏应该也差不多吧 这藏品究竟怎么样 我来帮你连线高老师 高老师你好 主持人又好 藏又好 那么这件东西呢 可能我说出来它的信息了之后呢 可能你就会另外一种认识 这件粉盒给我的什么印象呢 画面呢 属于脏乱物长法 不是那种粗犷 传统的匠人呢 他可能不是书法表美术家 但他画出来的东西是粗犷状态的 但是按照粗犷来做的 这种刻意去描摹的就是粗糙 这一个方面 第二方面这个幼质呢 呈现出来的那种量则程度呢 不是传统幼料应该有的特征 可以用一些老的磁片来做比对 第三点它的圈组部分呈现出来的露胎的这个特征 这个特征是经过轻微做旧处理的 它有交接部分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 它没有那种老旧的变化 所以诸多特征显示呢 您的这件粉盒啊 包括它的落款啊 它的材料啊 它的幼质幼光部分呈现出来的特征 都是一个新防品的特征 没有出发价值 好吧 看来我这眼力还是不行 你看这新的东西你能看对 这老的东西不一定能看对啊 年轻人做事还是不能够太浮躁啊 收藏还是要软磨硬泡 期待你下次能够带来更好的宝贝吧 谢谢 再见 指申再见 老师再见 接下来的这位藏友啊 他实现了我梦寐以求 但是一直都没有实现的梦想 那就是开着大轮船环游世界 想象着在湛蓝湛蓝的大海中 每天吹着海风醒来 是多么美好和惬意啊 我们来连线一下这位 容易被人羡慕嫉妒的朋友吧 你好 哈喽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是一名远洋船员 我在船上职务是轮机长 到现在为止 我已经有20年的航海经验了 在船上大家都叫叫老鬼 哦 你好老鬼 可是大家为什么这么称呼您呢 是不是跟您的工作有关呢 因为咱们中国早期的一批轮机员 都是由铁路出身 所以久而久之 大家就以铁轨的轨命名轮机员 就称轮机长为老鬼师傅 哦 原来这个老鬼 还是对于你们行业和职业的一个尊称啊 失敬失敬啊 那你们在船上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 首先带你们看看我们的伙食 我们基本上是以海鲜娱乐为主 里面设有起拍室 KTV 各种休闲娱乐平台的设施 我们还有一个露天的游泳池 大家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们的驾驶台 你们车有方向盘 我们的船也有方向盘 不过你们的是控制轮子 我们的是控制舵 你们车有脚踏油门杆 我们的也有手动油门杆 这个东西就是控制我们的发动机的启停 经历过北极的破冰 有幸看到北极光 经历过白昼 到南非看到过南非大草原 经历过索玛丽 和海盗斗智斗勇 哇 太让人羡慕了 真的是啊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而且我觉得你看 你走过那么多的地方 又看过了世界 到这些地方的时候 还可以感受他们的风土人情 那这些经历 我想对于你的收藏也是有帮助的吧 那肯定有的 我一年当中大概大半年都在追逐着我的航海之梦 每到一个国家我都会下地去淘宝 特别在国外看到有中国元素的宝贝更是欣喜若狂 在这二十年的航海期间 我也逃了不少中国的宝贝 今天我就想看看我前段时间逃的这件宝贝到底怎么样 那么来看看吧 我们这位轮机长在国外逃来的宝贝究竟怎么样 来 有请刘老师 如果这件玉器的年代和它款式嘉庆年制是本朝的话 那这个价格几十万了 而且呢嘉庆继位的时候啊 乾隆皇帝还当了很多年的太上皇 也就是很多嘉庆年款的这样的玉器呢 其实是乾隆的玉器 那个价格还会再上一个台阶 那么就整体的气形来看呢 是海棠型魁口玉鼻喜 那么整体的用料呢 清白玉的玉料 玉纸呢还是比较润泽的 它和乾隆以及嘉庆年 宫廷制玉的那种抛光打磨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也就是细微的地方呢 工艺表现还是有点软 包括底款的这个嘉庆年制 它的克制方式和真正的宫廷玉工 克制的那种老辣贤熟的字体 也是有所不同 所以综合这件玉器的制作工艺以及打磨 我认为呢它是到不了嘉庆本年 近几年呢海外回流的玉器当中啊 有很大一批玉器是什么时候出去的呢 是我们国家在创会期制作的这批玉器 那么也有些呢克制了一些我们说的款式这一类 然后近些年呢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 蒸蒸日上大量的这一类的玉器啊又回应到我们的国内 就目前的图片和视频啊我来判定啊它应该是创会时期制作的海棠型魁口玉笔喜啊真品 谢谢 太好了看好了 我想问问这次我的产品能不能上咱们的这个华语一拍 当然了因为这类的玉器呢在我们的拍场上还是非常受更多藏友的喜爱的 因为它好之不贵啊我也给那个市场参考价格吧 呃在五万左右 谢谢谢谢刘老师 接下来看看下一位藏友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藏品 你好 小小波波劈铠甲 工程掠地本领大 瓷器美物上面耍 古今大地都不怕 大家好我是高远 别急 你还真是至存高远啊 平时就好这口喜欢痘瓜瓜啊 不过这一只算不上痘吧 嗯 其实这个瓜瓜不是用来痘的 是用来听叫的 这只翡翠瓜瓜呢是我的最爱 它是看样的 绿绿的非常漂亮 这种铁瓜瓜呢是用来听叫的 声音特别的大 风料 这么多呀 莫菲您是昆虫学专家研究瓜瓜的 哈哈哈哈 算不上算不上 就是我的个人爱好 啊 那你一开始让我们看到的那只 我还以为是道具呢 咱不成今天要鉴定的就是你的锅锅罐 对 这只其实不是锅锅罐啊 是一个香炉 听我的父亲说啊 这是在早的时候有桃荒 到我们家了以后啊 我爷爷给了点吃的 然后呢 在这个人走以后啊 他给我们留下了这只香炉 然后呢 当时呢 就觉得随身带的人家 肯定是比较珍稀珍贵的 所以呢 我们就一直来好好的保存它 一直放好 然后传到我这儿来了 你可真行 所以你就拿他来当这锅锅罐啊 古往今来啊 咱们有蟋蟀天子 朱瞻鸡 还有乾隆爷和您有着相同的爱好 都喜欢豆锅锅 不过人家那工具可是比您专业多了 那叫拱花葫芦香口罐 还专门下旨给它香个口 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啊 所以他对于豆锅锅这件事情 可是相当的重视 您这藏品究竟怎么样啊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 这个锅锅在里面呢 一边听着锅锅叫啊 在里面非常老实 然后一边看着这个香炉 动静结合 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啊 确实是啊 这叫雅俗共赏相得益彰 也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乐趣是吧 那来看看吧 我们有请瓷器鉴定专家陆杰老师 看看您的这件安静的香炉 陆老师您好 赵亮你好 赵先生你好 你养的这锅锅很有意思 我看我刚才看了啊 这个绿锅锅啊 又叫脆锅锅 你说的没错 这个黑色的呢 又叫铁锅锅 也称为铁皮锅锅 都是非常的有 锅锅里头比较有名再谱的 那么今天我看到了你带来的这件器物了 这是一件呢白柚蓝彩的香炉 你看他这个白柚啊 非常的细润 这个蓝彩呢 一看呢 还微微的泛有这种蓝紫啊 这个颜色其实很像这个彩料当中那种叫普鲁式蓝 它这个蓝彩呢 是两边画的啊 一面呢写的文字 另一边呢画的是五福捧兽啊 这个五福捧兽呢一看呢就是以一个圆为单位啊 所以这个给人感觉呢也是非常的团团圆圆啊 圆圆满满 而且呢这个香炉呢是扶手香炉 两边呢这两个小兽头呢也是非常的灵动啊 能够看的非常清晰 上面呢还有深浅不一的这种蓝色的小斑点啊 所以刻画的还是比较精细的 这个里边的礼台呢做的是白柚 整个都是白柚没有露胎啊 一看就非常的清晰 这个底啊一看就非常的清晰啊 底下也有这个款啊 这个款同样是用这个蓝彩鞋的 而且这个颜色有变化 一看这就是经过很长时间传释的 那么恭喜您 这是一件非常开门到夹的小斑点的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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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高先生 到时候一定要带着您的香炉和锅锅一起来赛宝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持宝人吧 听说啊这位持宝人是一个传说级别的藏二代 一起来认识一下 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是张全 今天带大家看一件我们家的重器 重器啊 听你这口气 你们家似乎不止这一件宝贝啊 我还真没数过 因为这些全都是我爸的藏品 然后呢现在呢 就带大家去我们的工作室看一下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家的宝贝们 你看好多好多 这边是铜器 那边是瓷器 这边是石雕 还有楼上的 哎等等等等 你们家还有楼上啊 你这是不是带我们家参观你们当地的博物馆去了 要说是工作室 这楼上楼下的也太低调了吧 其实之前我就和我爸一起上过咱们的华语之门栏目 当时呢我只有25岁 现在呢我已经是哈尔特拉了 哎 不敢想象啊 你看看朋友们 弹纸一挥间 为什么岁月给我们留下的 是脸上的皱纹 给人家家留下的 就是个博物馆 啊 这不公平 话说回来 既然你们家都开博物馆了 今天你还来鉴定什么呀 你们应该有这收藏的眼力了呀 活到老学到老呀 我爸最近新的那家孤品 特别想请教一下咱们的高老师 那咱赶紧亮宝吧 我猜啊 是不是他们家的镇馆之宝啊 这是一家青铜赏器 我爸说这是张飞过当阳桥 你看张飞这弄密的胡须 还有这台阶做的唯妙唯肖的 唯一遗憾的是张飞手里少了点什么 所以想请教一下高老师 你说这当阳桥 我就想到了这张飞 当年啊在长板坡大喝三声 谁来与我一战 这个题材可真的是很少见啊 那现在我们就来连线一下高老师 你好高老师 主持人好藏友好 高老师 图片您都收到了吧 我们这位藏友那可是大有来头 人家家里可都开博物馆了 您给好好看看 看到了看到了 这绝对是个收藏大家 这件藏品无论从造型 文化元素啊 上面的设计的人物啊 动物啊 坐骑啊 还有这个形态啊 设计的微妙微笑 展现出一幅场景 阎人张义德在此 谁敢来决一死战 有细词云 当阳桥上一声吼 喝的桥段水倒流 这个作品展现出来 河水倒流的形象 包括这个动物 在这张飞武将的这种 勇猛气势之下 他的四提的那个动态感 张飞手里边我们都知道 他拿的兵器呢 是杖拔长矛 马前呢 有一个是双刀的武将 直接就翻身啊倒地 他整个的把张飞的这种 贺段当阳桥的气势呢 铸造的微妙微笑 然后桥上的 无论是台阶啊 砖啊 护栏啊 做的都是非常必真的 从造型意义上来讲呢 这样的收藏品呢 在虎丸市场是非常稀健 那么从同质的颜色 还有人物的造型 胡须啊 眼眉啊 身上的盔甲等等 诸多个这种特征呢 都是传统的铸造工艺特征 这件藏品是一件 老货真实 恭喜恭喜 恭喜张全 果然啊 他们家这种气是精妙绝伦 希望在接下来的全民赛宝大会上 能够再次见到您 同时恭喜您可以获得 和由养勺彩桃坊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祝贺 我回去一定把这个好消息 转达给我爸爸 再次谢谢主持人 谢谢高老师 朋友们 我发现今天啊 来参赛的美女藏家 那可真的是经过不让虚美啊 男藏友们接下来可得好好加加油了 接下来的这位藏友呢 人家就是冲着我们的全民赛宝大会来的 他说了自己几十年收藏了 上千件藏品了 而且经过他多年不懈的研究 攻克了一个世纪大课题 今天就来展示一下 您好 主持人好 这是400多件我收藏的古玩古语 一强观众开眼界 华语一个名副其实有实力 这位藏友也太有心了 不过陈勤俭同学 您可一点也不勤俭 收藏了这么多 那得花多少钱啊 这全都是遇的吗 这是我几十年的目标积累 我要出现收藏历史的空白 这个吃饱人的藏品有点太太太太震撼了 不过今天他能不能够登上我们全民赛宝大会的舞台呢 今天就与这件毕首型鸿庆毕玉佩来参加全国赛宝大会 我已解读出这件毕首型鸿庆毕玉佩 好 那我们来听听这件藏品究竟如何吧 听听专家老师怎么说 老师好 主持人好 朋友好 这个气型呢非常的特别 它整体看呢它是一个鸽 然后呢我们看到后面呢它一个霸 霸上面呢有两道非常粗的玄纹 另外呢霸跟鸽声之间呢还有鸽 这种造型其实跟咱们中国的传统的鸽的造型呢相距甚远 非常的另类应该说 它的材质呢结构不是很致命 呈现的是这种青色 而且呢里面有好多的绿化和杂色 这种料子呢它应该是蛇纹蛇 料子非常的普通应该说 我们再看它的工艺 它的玄纹的雕刻 包括它的整体的造型的处理上面呢 是我们感觉它非常的茅躁 关键点呢我们看它的这种阴线的雕刻 包括明文的阴线的雕刻 能够感受到现代电动工具的这种雕刻的这种痕迹 我刚才仔细的看了一下它的闽纹 您这一件上面的闽纹 完全是弃选了令工仪的里面闽纹的部分 令工仪现在存在什么地方呢 存在美国的一个博物馆 而且呢它的层次啊少了好多的字 结果也打乱了 所以呢通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呢 非常的遗憾 陈先生您带来的这一件歌 它应该是一个 非常低级的方法 哎呀 确实是很遗憾啊 陈先生 这结果您能接受吗 是真是假 人人见人 智者见智 好坏 人 你 天 好吧 好的 谢谢这位藏友 但是也要提醒喜爱收藏的朋友们 要多看看我们话语这门节目啊 多来跟老师交流交流 这样的话才能够多学东西 少上当 早日走上正确的收藏之路 下面这位藏友啊很有才 以至于大家都叫他有才 一起来连线一下看看他究竟多有才吧 你好 你好主持人 你好啊这位藏友 我听说大家都叫您有才 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您的才华在何处啊 我的才华可比较广泛 响应国家号召 得志体美劳全面发展 最突出的就是体育项目中的羽毛球 咋羽毛球 这可是全民健身的项目 我们都会啊 那不就是你一拍我一拍 看谁能够接到球吗 您这个项目您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五六年前呢 刚开始接触羽毛球 本来想的就是锻炼锻炼身体 随时到后来越打越痴迷 甚至都想住在球馆 然后后来从不会打到现在河南省 业余比赛的前三名 最后我干脆把那个工作持了 然后把这个爱好当成事业 就做了 下面我为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羽毛球到底有多大威力 大力出奇迹 哇 太好了 太好了 小小的羽毛球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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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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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真是大力出奇迹啊 要我说这全省前三 真的是不得了啊 失敬失敬 您的才华确实是杠杠的 那您今天带来的藏品 有没有像您打羽毛球 这个水平一样高啊 哎呀 我这个藏品啊 比我还突出 来是不是在这 我给你展示一下 这是一尊 我祖上传下来的 这个玉皇大帝照相 传了好几代了 看看 平常啊 我们看的那个 市面上见的 都是什么佛祖啦 观音啦 像我这种玉皇大帝的照相 还是很少见的 哎呀妈呀 你一提着玉皇大帝 把我吓得失敬失敬 刚才全省前三 够厉害了吧 玉皇大帝啊 这是什么级别 关键是 你怎么知道这件藏品 它就是玉皇大帝呢 看看这 左北斗 右七星 管天管地 看它不是玉皇大帝 来看看您的这件藏品 究竟是不是玉皇大帝 来 老师好 赵亮好 有才先生好 我发现啊 有才先生不但才华亨益 而且十分幽默 你们看出这不是一尊佛教造像 它是一尊道教文化题材的造像作品 这点没错 但是啊 它不是你所说的玉皇大帝造像 嗯 从你所看见的胸前的星象图可以肯定这是一尊星菌造像 但是我不知道有才先生是怎么数的七星 我仔细数它左右分别是六星 你咋数出来七星的 有才先生的确太有才了 仔细观察 其服饰 惯念 以及胸前的六星所见 这是一尊南斗星菌中的四路星菌 四路星菌 只长官路 如何看齐新老 首先第一点 是从美与之间 尤其是一者转者处 所体现的T克工艺的特征 十分的囚禁有力 第二点 其皮壳包将 十分的肥厚 而且质感自然 所以综合这些特点 这是一尊南斗星菌 真品 无仪 哇 太好了 太好了 下面 真诚的邀请有才先生 参加我们 接下来的 全民赛宝大会 恭喜恭喜 感谢苏老师 虽然您的这件藏品呢 跟玉皇大帝没什么关系 但是您也成功晋级了 不管什么地 只要晋级就是好地 恭喜这位藏友 您可以获得由养勺彩桃坊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下面的这位吃饱人啊 不但收藏玩的好 而且听说他人更好 在他们家那一片啊 那是出了名的热心肠 咱们一起去看看吧 您好 大家好 我是优势主招门陆哥的陆哥 您好呀陆哥 您好您好陆哥 听您这抠音是席脚那一片的刷件吧 都有啥事能找您啊 介绍一下您的业务范围好不好 你咋知道了 我是整个是席脚顾安政那一片 都关我叫陆哥 陆哥不是锤了 或者不是锤了 收藏玩不明白 召陆哥 陆哥给您免费致命乳 东西砍不动了 召陆哥 陆哥给您免费点滴 您赖了 关搅毁 害关池海 完成门口的样肉糖 和那些关包 真的 前面说实话我都没有记住 我就记住您最后这句 样肉糖关包了 那我喝汤 我肯定得找您去啊陆哥 是吧 陆哥您今天带来的是什么藏品啊 快点让大家看看吧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顿分拆的甲庆管药判 这是我从汪上在法国线上排回来的 但是排回来的甲庆可是无限 我对这顿泡非常有信心 在我心里这顿泡 就跟优势招陆哥乱一样靠谱 你看咱们买贵的 咱也得买对的是不是 这陆哥靠谱我们知道 但是您这盘子靠不靠谱 还得是专家说了算啊 卢哥别急好不好 听陆老师的 陆老师 陆哥 这事儿得听陆哥的 您好 张良您好 现在的海淘大军越来越多了 咱们这位池宝人鲁先生 也是海淘大军当中的一员 但是海淘里边要知道 也有很大的雷和坑 海淘不一定不安全 有些他们经常参加拍卖的这些华人 他们有的时候就带一两件 这个景泽镇新访的这些综艺品 带到欧美干嘛呀 他一方面从国外的拍卖拍场 买自己的东西 另一方面他也送拍 所以你看这样的话 其实海淘也并不安全 这是一对粉彩盘挂的还是非常的漂亮 盘子的里边呢 是画的五幅蓬寿 非常传统喜闻乐见的题材 这个五只蝙蝠呢 具有清代中期特征 这两只盘子呢 幼稚呢 还是非常的白润 绘画的这个材料和笔法呢 带有这个清中期的这个风格 并且呢 底部呢 这个盘子呢 落有这个大清嘉庆年制的六字繁红款 繁红的料色目前从这个图片上看的还是比较的深厚 您这一对粉彩 花卉五幅蓬寿盘呢 应该是真的 希望您带着这一对粉彩五幅蓬寿盘 来到咱们全民赛宝大会的现场 恭喜恭喜成功晋级 靠谱的卢哥拿出来的东西果然是靠谱啊 恭喜恭喜啊 您看 这又一个是海外淘宝成功的 但是我在这里依然要奉劝各位藏友 海外虽然能够淘到宝 但是风险一点也不小 海外淘宝需谨慎啊 拿不准的 咱们可以先发到咱们的线上健保 请专家老师鉴定之后 您再入手 这样就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 来认识一下下一位藏友吧 我是来自山东青岛的图案店老板 叫崇峰 今天我想请专家给我看看病 看病 我没听错吧 我们这华语之门啊 开播十八年了 什么时候我们还能给人看病啊 莫非您是心病 没错 我这块石头啊 压心了好几年了 大家知道我这是这个 主要是以钱币为主的 做钱币 这还有一些瓷器 前些年呢 与朋友一块去投资 朋友说是宝本的那种 然后我当时我投了二十万 朋友经营不散 后来就赔了 最后人呢 我朋友给我两万现金 又给了我一个青铜花菇 他说是明代晚期的青铜花菇 就拿回来就全当压箱底了 后来我就留了 一直到现在 这不听说你们要举办 全国的赛宝大会吗 我就想把这家花菇拿出来看看 这家花菇究竟怎么样 这心病还需心药医 您找我们那可是找对人了 是吧 我们接下来就有请苏老师 望闻问切 给您治治这心病 苏老师好 赵良好 丛珊珊好 这位持宝人今天可是来找您看病的 您先仔细看看吧 这藏品怎么样 说到看病 我倒是经常给青铜器看看病 你像青铜器身上的锈石所生的白粉铃 这今天要做白衣天使 我是着实紧张压力山大 丛先生 我首先要告知你 这是一件木防武器 丛先生是不是紧张了 但是它是由明清时期受上古木骨之风影响 取商周青铜菇文化元素来制作的一件 铜华菇的真品是没有问题的 先不要紧张 你看你图片很清晰 结合它的熟旧的包浆 以及自然的使用痕迹 还有内堂所生成的锈石的质量 综合判断 这是一件明末清初时期的铜花菇 真实无疑 清新节目的 丛先生是想听估价呀 还是想参加我们接下来的赛宝大会 这件清风化菇呢 这个值不值原来的价钱 至少我们的情意是无价的 丛先生真是好心态 为你点赞 那么 邀请你参加我们全民赛宝大会 到时我们赛宝大会见 谢谢苏老师 谢谢华语之门 谢谢谢谢你们 恭喜恭喜 恭喜这位堂友 晋级我们的全民赛宝大会 我们在现场等着您 好了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全民赛宝大会 线上初选 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还会有更加激烈的赛宝 请您持续关注华语之门全民赛宝大会 我们大会现场见